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王凯 我是80后 第一届金银奖到今天38年了 而我今年也刚好38岁 拍了15年戏突然发现 能让大家念出名字的角色 都是我30岁之后演的 《狼牙榜》《伪装者》《清平月》《大江大河》 有人跟我说 哎 你没发现你演的角色都特别板正吗 他说其实我希望看到吊儿郎当你 颓废的你 总之就是不一样的你 我说我也想啊 可是市场就是这么残酷 有位制片人对我说 你演这样的人物谁看啊 大家已经习惯了 你突然改变的话 别人接受不了 是啊 改变哪有那么容易 但是 只要你拥有自己的想法 坚持自己的道路 你就会去等 就会去找 三十而立 对我来说 是更多的可能性 我在30多岁 演过18岁的宋运辉 也演过50多岁的宋仁宗 未来 我还会挑战更多不同的角色 坚守和突破 都是因为热爱 我是桃红 是一名七零后 1983年 金银奖诞生那年 我刚刚成为一名 花样游泳运动员 那时候的我不会知道 十年后 我会成为一名演员 对于我来说 三十岁是收获的一年 通过作品 收获了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收获了很多的影视界的 奖项与荣誉 渐渐远离的那一段 被星光包围的日子 因为小欢喜 我再次回到了一谬前 虽然好多年没演电视了 却丝毫没有顾虑与担心 因为我相信观众 相信自己 我想这份坦荡 也是时间送给我的厚礼 人生啊 看起来很长 但实际上 演员给观众呈现作品的时光 非常的短 我会珍惜 和观众在一起的每一分钟 把最好的瞬间 献给每一个爱我的你们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总有人问我们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当我还只是个爱演戏的孩子 远行之前 父母问我 准备好了吗 我没有回答 我只是选择了出发 当我一次次去等待角色的那些年 有人问我 准备好了吗 我没有回答 我只是选择了坚持 当我重新回到迎评前 我也会问自己 准备好了吗 我没有回答 我只是选择了相信 有了梦想 就去行动 有了行动 就去坚持 有了坚持 自然会有答案 拼尽全力 不遗余力 再接再厉 让我们和精英一起 永保初心 三十而立 każdy 咸 多宝贝 要 erei 不